狂暴暴雨 森林烈火 极端天气导致地球灾难频传 如今导致气温升高的圣阴现象又卷堵重来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科学家观测了数个月 发现东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异常偏暖 正式宣布圣阴现象已经发生 预计冬季会逐渐增强 持续影响到2024年 圣阴现象是指赤道附近太平洋中部与东部海水温度 高于平均值的自然现象 每隔2到7年发生一次 可能在今年稍晚引发极端天气 使澳洲及亚洲部分地区陷入干旱 大象飓风活动被抑制 但太平洋将会生成强烈台风 台湾可能出现暖冬 隔年容易春雨变多 夏季气温也会偏暖 上一次声音现象出现在2016年 当时世界经历有进入以来最热的一年 海水变暖杀死了澳洲大宝交进三分之一的珊瑚 如今加上气候变迁带来暖化 预估全球气温将在今年或明年达到历史新高 而声音引起的炎热干燥天气 也严重威胁粮食生产 咖啡 可可 糖等供应会更短缺 巴西 罗布斯塔 咖啡豆的价格 目前飙升到2008年来新高 产量预计将下跌5% 另外 民众常吃的柳橙 则是因为美国最大产地佛州 受到疾病和飓风影响 严重供应短缺 柳橙之期货涨到56年来最高 目前还看不到缓解迹象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